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对 我讲一下 重来重来 那个现在释迦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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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小指观 各位必求 必求你 各位撒咪撒咪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下 我们上一堂课 刚好就这个序文 然后借这个序文 我们谈到天台小指观 在天台中所占的位置 那么我们就提到了 补充资料当中的 天台禅观总图 那么提到一代识教 就度化众生的这些方法上来说 分巧度跟着度 那么着度有教有理 巧度有教有理 那么着度的教 是藏教和通教 那么藏教的有教有关 那么着度有教有关 那么巧度也是有教有关 那么着度的教 就是藏教和通教 他的惯 实践这个教法 或体证这个教法的方法 那就是修惯 那么就是西空观 体空观 那你说 那到底佛陀一代识教 分成什么 怎么样分类 佛陀一代识教 其实就是有两类 教与观 所以在《止观大义》里头 也提到 一代识教 唯有止观二字而已 在天台山山下 赤城县 赤城山上面 有战兰大师 在墙壁上提字 那我去赞养的时候 他那个字都还在墙壁上 不过不晓得怎么搞的 当地的政府不懂得呢 就把它好好保护 都疯化掉了 上面就提了两个字 《止观》 两个字 可见 佛法 当然有三藏十二部 有教 有礼 有戒 等等 但是这些 无非 最后要去成就它的 就是用《止》 用观 是这样子 那《止观》 其实前面有一个 那就是《教》 在操作上面 无非是《止》跟观 可是呢 指导这个操作就是《教》 所以说 无论是巧度或着度 就是分不开 教相门 跟这个观心门 或实践门 教相门 脏度方面 就是脏教 通教 那么它的 教官呢 它的 实践门呢 那就是 西空观 提空观 那么注意 这里是但有空观 无有 假观跟中观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 声闻法 或者是通于声闻 通于大秤 的所谓 初阶的 大秤法 所以有人说 是不是发心度众生呢 这心量有了就叫大秤呢 并不是 至少天台不是这么认为 天台 为什么说 怎么证明说天台不是这么认为 因为天台他说 他说藏教人也有菩萨 也有发菩萨心的 也有藏教的六度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声闻人 他就不度众生 不度众生 他们的法怎么传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肯定 不是说 有没有那个心量 但是你要说 菩提心的有无来分别 那倒是可以 因为菩提心的定义 特别深刻 菩提心是定义为 上求佛道是下话中 求求求是佛道 而这个佛道是指 究竟的一丝相的实证 这样子的佛道 它特别这样子 所以在声闻法里头 没有菩提心这样子的说法 没有这样子的说法 那如果这样子 这是异于定义的不同 我说我们可以说 菩提心有无来分别 可是问题是 怎么会有菩提心呢 菩提心并不是一个心 单纯一个心量 说我要发大慈悲心 我要度人 这样而已 不是这样子 是因为见解 就在这里可以看出来 你看看 藏教跟通教 它只有空观 无有假观跟中观 你要知道 为什么少了这两观 因为它教理没有那两观 没有那个内容 没有那个教 就无法指导你的行 你的操作 你的实践 所以理论才能指导你的实践 那依于实践 你才会发展出不同的心量 所以肯定这是因果关系 你不能说 因为它那个心量有无 才分大小乘 其实更根源的是因为 它理解的教法有无 这点要了解 好 那么我们就提到了巧度 巧度就是 巧度当中的顿跟人 那么就是别教 利跟人 那就是原教 可是虽名为利顿 那都不是我们一般讲的利顿 那个是界外菩萨的利跟顿 我们在界内的发心 初学菩萨的利跟顿 这个又不同 是这样 不过即使是如此 这是就果上来说 就初发心来讲 我们呢 昨天已经提了 并不是说原教 很高深很高深 你是遥不可及的 那天台讲原教最高 那这样有什么意义 其实 当原教看清了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说 佛法根本是捏盘一条路 虽然归原无二徒 无二 那归原这个无二 路道有多徒 可是这个多徒 最后总是会归在 究竟圆满的教上 究竟圆满的教 引发究竟圆满的行 才能够获得究竟圆满的果 那从这个立场上来说 当原教被理解了之后 藏通别原三教 是闽了 闽除了 因为藏通别原就都叫原教了 就没有分别 这点要了解 因此不应该因为说 他有这个藏通别原 因此分成四种观 西空观 底空观 次帝 三观 跟一心三观 这样子的分别 你就害怕 有可能我不是原教人 我也无法修一心三观 因为异于原教才有一心三观 就像我们一般讲 叫原教指观 原教指观又分三类 是这样讲 因为我不是原教人 所以无法修一心三观 那我就要修另外一种 你要知道 修就直接 直接关系的你的证 你修不同 你证就不同 那我们明明就是要去修佛果的 那你怎么会去修一个 生文法的 比如西空观或体空观 这是无有是处的 所以 你不求佛道则已 你要求佛道 势必 就是要修 一心三观 那能耐不足 怎么办 你慢慢地去理解之后 即使是修有次第 那还是一心三观 因为已经无有观法可修 相应于原教 就像说原教一建立之后 别通障 其实都已经被原教所设 原教人看一切法 无非是原 所以捏盘里头 为什么要追敏 追说了四教之后 还追敏了四教 什么叫敏 敏就是敏除了他们的差异 那你说那法华为什么不敏除呢 法华才刚开始 怎么样 而把生文人呢 讲开了 他唯一开权显实 那怎么去敏啊 你都还没开出来 开出佛的究竟意 你怎么去敏啊 那么法华开完了之后 把葬东别人全部开显出来了 懂的人就知道说 原来都是 为佛一称 无二一无三嘛 法华已经不讲了嘛 对不对 那你还什么 三法可修 生文法可修 没有 这就是所谓的 原教人 建立了原教建的时候 那都是原教法了 这无二一无三了嘛 那无二一无三 那为一佛称 那请问 修佛称以外 还有何称可修 无有称可修 那既然无有课程 无有称可修 请问 你修的哪一个法 不像于佛称呢 那如果真的要像于佛称 那哪一个法 又不被原教所设啊 那如果原教的只观 那就是一心三观 那请问 哪一个法 不是一心三观呢 这个逻辑就很清楚 那你说 那我可不可以 像生文人一样 宣修空观 技术上可 可是理论上 当然你已经不是这样 你基术上照样修 呼吸啊 你一样可以观生念处啊 照样可以的 可是 然后面的是三观原修的 这样子 这就是上一堂课 跟大家提的 所以不要恐惧 面对一心三观 我可能没得到 没得到 你没得到 你连念复也是一心三观 你脑子的动作 不是一心三观 你吃饭也一心三观 上京 诵经 有诵经观心法 用灾观心法 我们灾堂的 饮食观心法 法门 哪一个不观心呢 那只不观心则已 一观心一建立 就是一心三观 没有预论 因为你如果那个时候 撇开甲观跟中观 如果你撇开这样 那你就滴下去 你就一直在那空观那里 那绝对就是什么 那车子就偏了 车子就偏了 因为那个法不完整 那法本来就要在圆满看的 你可以说 学的时候慢慢学 那倒是可以 可是圆解之后呢 运用起来绝对没有什么 现在撇开甲观跟中观 那问题 问题是一空一切空 一甲一切甲 一中一切中 这空甲中已经敏除了 是这样 这也是从天台的教上说的 那现在我们要讲指观 一定不能离开那个教 所以一定要先要清楚这样 建立成这样子的概念 有这样子的概念 才好的 才好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讲到别教 别教人他是修次第三观 你说那是 那怎么又叫别教人修次第三观 他没有因缘 就像僧文人 没有因缘之道 大乘的别缘二教 他只能修空观 是因为他没缘之道 所以他只有一观可修 好了 现在他也没因缘 怎么样呢 去知道缘教 或者是根气因缘 总的意思就是根气 他对于所谓的一心三观 概念就是体悟不了 好了 还是他就会 自然会去修次第三观 那他可不可以形成一个 单独式的法门 是 当然是 可以啊 如果你根本没有因缘 接触原教 那对他来讲 他就是别教菩萨 我们经常讲大全菩萨 法华参上面说的 大全 诸大全菩萨 大全四限的菩萨 这样子的菩萨 他是全巧的 还在全法当中实践 给我们看 那他就是说次第三观 好了 这个是空甲中三观次第 可是天台对前面的 西空观体空观次第三观 他都有说明 可是说的都不是他的目的 说的多跟少 我想都不是重要 而是说那不是他的目的 他真的目的是 依于原教 而说一心三观 可是你知道 他发教理当中 在法华宣译当中 对于藏教是说的非常多 然后接着依藏教为基础 说通教 说别教 摩尔子观里头也是这样 处处都会以这个四教来分别 可是都会前面先说这三教 然后才把原教提出 注意是什么意思 就天台原意 并不是说你要次第修 不是这样 你不要弄错了 现在一直有人把它想成这样 因为连天台中也讲 是教嘛 那我是教次第修 不是的 他天台论上 论述上也讲得很清楚 之所以讲藏通别 是为了要让你清楚 原是什么 原不能再叫孤原在那里 一定要你要知道 藏通别各个是什么 你才知道 非藏非通非别 最后原 才能清楚 这样清楚了 所以 教法有四类 印四种的基 没话讲 问题是 究竟的佛称 是原教 然而要凸显着究竟的佛称 唯有前三者 前三教的理解 比对之后 你才会清楚明白于原教是什么 所以他讲前三 不是要让你次第修 是要让你清楚明白的 知道什么是原 天台的本意是这样 有人学天台 他还在说 我先修藏教 不是这样 你理解的原 你心量必须在原教当中 掀开原解 那如果我也原不起来 有没有学拜佛 诵经 拜灿 而不是什么 不是倒回来 我修藏教 我慢慢去原 弄错了 不是这样子 我再去修藏教 才来慢慢修通修别 然后我才进入原教去体悟 不不不 不是这样 天台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说 你就去修诵经 诵法华 般若 拜法华叉 直接去体悟 是原解 原解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你来看藏教经典 通教别教 心都贿入原教 好了 知道这样了 这种观念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很重要 不然你会把小指官拿去数呼吸而已 去观空而已 小指官还没讲 你就已经打算把它挪用到藏教那里去了 一个法门 他就可能就这样子 大法变小法用 大乘法 就近的大乘法 会变成僧文法用 我们不要讲大跟小 让你有错觉 我们就 就近的 佛乘的法门 让你拿去变成僧文乘法用 当然它可以的 本来法门 在操作上面 它是有互通的 这样了解吧 我想 所以这个事情 我不厌其想 要再次的告诉各位 那好 那么就一心三观了 好 那么一心三观旁边有个说明 以一心三观之志 那是你主观能献 能献的志 你起的观 能观的法门 就是一心三观 这样懂吗 这是你主观的 旁边有文字说明 以一心三观之志 这是你主观 能观之人 所起的志观 所起的志见 志的照见 然后呢 去观什么呢 观一念三千 不失意之境 我们旁边挂着 一念三千 不失意之境 问题是 一念三千 是啥子 就是这一切 一切存在之物 那就是一念三千 从事项上的具足 到心灵上的法门 都是一念三千 这一念三千 是指什么意思 是指的 我们存在这个宇宙当中的 个人主体 还有周边的 我以外的其他生物 这样合起来 是一切生物 然后再加上 一切的物质 非生物的什么 这所谓气势间 气势间就是宇宙万物 非动物 非情势的那些物质 包括概念等等 这样子叫做气势间 概念是属于 一于人的 那五音事间 五音 我这个五音所成 众生的事间 我之外的其他众生 深深海底的 高高山顶的 土里的 看得到的 极大的 极小的 你看那个鲸鱼 那鲸鱼的血管 可以让一辆车子 让一个人走进去 血管可以让一个人走进去 让一个人走进去 血管 不是他的嘴巴 是血管 血管可以让一个人走进去 那个鲸鱼有多大 是大生动物 然后呢 最小小到那个 显微镜才能看得到 这些 这叫生物 众生事间 它在五音事间 我个人主体 你看看 宇宙不就是被这三大事间 所包含吗 三事间 好了 那么呢 每一个五音事间呢 它一定落入在 要不就是佛法界 菩萨法界 这个这个 这个 必知佛法界 这原觉 必知佛法界 要不就是罗汉 生文法界 这原觉 生文 这两法界 要不就是这两法界 就是圣 是法界 他们有他们的法 法界 就是法的什么呢 范围 佛 佛的法的范围 他以佛的身形 暴体 所感到的 医报 以及他所面对的众生 这是他的法界 所以说 佛法界 菩萨法界 这个这个这个 原觉法界 神文法界 这圣人的四法界 那么的凡夫呢 天人法界 修罗法界 人法界 畜生法界 恶鬼法界 地狱法界 六法界 那四加六 十法界 这是存在这个世间 就这样 然后呢 一一法界 其实他对望外对望 他还是望到十个法界 对不对 你如果我是人 那我就看到人的法界 是不是 那人的法界 跟我是人 我是一个人的法界 那我又看到一个人的法界 这两个法界是交融的 所以我的心中 有人法界 有佛法界 畜生法界 地狱等等 一样 我一法界中 具足十法界 这个道理啊 听听 好像你不去细想 也好像没问题 他细想 好像又有点问题 他再想了 就糊涂了 其实 这个 如果我们不要讲开悟 我们最后要把它讲清楚 我们勉强讲了 其实也不难 你比如说 人跟狗的关系 这是比喻 那相对的 人跟佛 人跟畜生 人跟什么鬼 一样意思 我们拿来比喻 你看我们跟人跟狗 在我们来看 人跟狗 那我人 就是人法界 那我有看到一个狗法界 狗在那儿 这样就是单一的法界 就是 人是人的法界 狗是狗的法界 所以这样就变成有 十个法界 我的心中就具足十个法界 这样怎么会白法界 不是 是 当我们人 是认为人的法界 当我们跟狗在一起相处 我们一看到狗的时候 其实 到底我们 正在什么法界当中 我们正在一个 人狗复合的一个法界 我简单可以这样讲 所以才会说 一法界中 又有十法界 所以 人法界 有具足十个法界 才是这样谈的 比如说 我人 那我就是人法界 我就是认识人的相貌 就认识人的相貌 可是 那我狗 我认识狗的相貌 这样叫两个法界而已 是不是这样 可是还有 还有两个法界 你没注意到 人跟狗 相互结合的一个法界 这叫人狗的复合的一个法界 然后在狗跟人 的法界 那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来我跟你讲 你看 我们 我们看我们是人 那我们就清楚 我们是人的感觉 那我们在对望狗 我们也认知 我们当我们概念中 有狗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狗 狗是什么 这时候狗的概念 在我们心中形成一个法界 可是当我们跟人跟狗 一接触了之后 就绝然不是这样 我们想象中的狗 刚才很乖 什么什么 看门的 可是现在我叫那只狗 那只狗不来 冒烟 就生气 你既不跟人 你既不跟人生气 也不跟鬼生气 也不跟什么人生气 你是跟狗生气 所以这个时候是 人跟狗的一个什么 交互关系 那你形成了一个 人跟狗的因果互对的关系 什么叫因果互对 你看看 这只狗 我叫都不来 摩摩叔叔 他就要来 你看看 显然 狗 某一只狗的 那个法界 跟我这个人的法界 有不一样 你有沒有注意到 是不是 这种相互的关系 是不一样的 可见 当我们跟任何一个众生 相对应 相接触的时候 其实 他带着无量无边 过去的什么 业果因缘 这只狗 过去做过人 猪 猫 地狱住身 天人 乃是修行人 都可能 对不对 然后你呢 你亦付如是 然后你又跟他 有无量无边的 过去的关系 就像别人跟他 有无量无边的关系 而这两类关系 是不一样的 因此 你在跟这只狗 一对应的那一刹那 其实 你们是互相建立的一个 从无死劫来以来 就由这一面心 所认识的 如果就为事来讲 所认识的 个别的 无边的什么 种子 相对应 相对应 那你会发现 这只狗跟我没缘 那只狗跟他 可是这只狗 跟他有缘 差别在哪里 因为 人狗 这个时候 互对的法界 不同了 不同了 所以说 我们依静 对依依类的众生 其实都互相建立了 一个复合的法界 所以才会讲成 白法界 才能够真正描述 这个法界的意义 并不是人单一的法界 能够描述这个世界 是由人 跟另外一个畜生 所建立起来的法界 才能够足够描述 而这都从一念心中现前 谁的一念心 他跟我的一念心 他的一念心是他的 我的是我的 我因为妄想执着 所以我这一念心 有相续 如幻的我在那里相续 他亦复如是 那过去式的 无边的因缘 今天再对应上来了 这个时候呢 是两个一念心 所交合成的 法界 这个法界 还在一念心之下 为什么讲 因为 你跟他相处 到底是什么回事 都在你的每一念心当中 所建立的关系 你感觉这些狗 这些狗哪有这么漂亮 这些狗哪有多好 这些狗哪有不听话 你这次狗哪有没有 那都是你的一念心 对吧 你跟狗才会参行那个关系 你也跟某一只狗才会参行那个关系 你跟另外一只狗 他真的参行 我没有 你能跟他讲话你就没有 你看 你跟另外一只狗还不一样 对吧 所以说 你在对应这个众生 五因世间 任何一个五因世间 他自己有一个法界的同时 当他对应另外一个法界的时候 他绝对形成了一个 既不能叫做人法界 也不能叫做畜生法界的一个 复合关系 所以说 天台讲 一念心当中所建立的法界 是白法界 而不是实法界 这样才有意义的 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加减成熟说 这个 因为有人 法界有实法界 那么每一法界又有实法界 所以十成十叫做白 这叫惩罚 这叫算数 这里头一定有他逻辑意涵 一定有他哲学意涵 或者不要讲哲学 或者讲佛法里头正面的意涵 我们所面对的事实上 是白法界 不是实法界 那为什么要讲实法界 因为讲实法界是抽离了相对应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拿它来谈 才容易谈 所以 那是元素 真正面对的法界是白法界 所以说白界迁如是这样讲 好 这一百个法界就是我们面对的 我现在跟人在一起 就人人法界 我跟狗在一起 人狗法界 那狗呢 狗是狗人法界 你想想看 你对待小黑那只狗 小黑 跟小黑对待你的态度有不一样 不一样啊 对不对 你会说小黑来 坐下 好乖 下来都坐下 这是你认为他乖 他可不这么想 他在 他叫做狗人法界 他的想法是怎样 我如果坐下来 要弄木 还有人吃 他的生活是什么 你的生活是什么 我做人 这只狗有你们白痴的 他听话 你看看 乖 各有各的想法 所以人狗法界跟狗人法界 这里都说在白法界当中存在着的 而这个是你一念心中建立的 所以一念心中具足白法界 不是死法界 你如果这样 你这么多八千代 会一念三千 这件事 去我五条好 后面的事就很好做了 后面你要收你就很好收的了 你五条就只用算数而已 一般人说 你主要你看 你每个主要看 你都说 识法界中各个拒识法界 所以通为白法界 当然这就是惩罚 我怎么不知道 但他具体的代表什么意思 他代表你生活当中 其实你是生活在白法界当中 再有个简单例子 你来拜佛 你是什么心情 求啦 拜啦 求忏悔啦 这是人佛法界 人对佛的法界 可是佛对人呢 可不是这么想 你跟他忏悔 你跟他求 他难道这样看你吗 佛是一切众生如一子 佛是天下以所有的众生 都是什么 都是佛 肯定的 从他来看你的话 肯定又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的 事实上我们生活在百界当中 是吧 那么这样聊 体悟到这样 这样这不叫做开悟 你能体会到 天台讲的所谓的百界迁如 那就是算圈大圈 这到底怎么来 是算出来的 那算这算什么意思呢 那算个数学题目 这算什么意思呢 它正具体的来代表你的心 怎么样子运作的 懂吗 白法界这样多少懂了吧 是这样子的 那你说这怎么会在一念心中呢 怎么不在 你看哦 人狗法界的时候 是 我正在对这个狗的态度 我觉得蛮舒服的 可是请注意哦 你对待它 你觉得舒服 其实也牵涉于这只狗对待你的态度啊 就狗的反应来讲 是他对待你的态度 你叫他坐下 他就坐下 他的想法 他的想法是 我如果没坐牢 我给你博了 我坐牢 就有这道肉行价 因为他这种想法 所以才影响了你 叫他做 他做了 结果你换取了你的满足 跟愉快感 对不对 可见啊 人狗法界 受跟狗人法界 两个是相互作用的 两个相互作用 而这个相互作用 就在你一念心中完成 一念心中完成 都是你一念心的缘起性 所以说 关心起处 是因心而心 非因心而心 还是因心 亦因心亦非因心 还是非心非非因心 来成就 你这样就可以关了 对啊 那这种感觉 到底是依我来让它成立的 是我来让它形成的 我的心 还不是我的心 还是既是我的心 也应该不是我的心 或者是 是我的心 不是我的心 也不是不我的心 来晚成 不是不我的心 以后我解释是什么意思 就这样 四句推简 心 非心 一心 亦非心 非心 非 非心 这样四句了解 你就可以从这里来推 拿一念三千的境界 用这样一一四句简 简别 你会发现说 一切净 无有其处 无有灭处 无有心 能成立 但是一切又离不开这个心 这时候你就 顿然的 顿然的 误入什么 误入 原来啊 一切心 有一切净 一切净中 不可得 空观 如幻 建立 种种相貌 不可离 假观 不可离哦 不可离 不可得 空观 不可离 那才有意思 才叫假观 不是说 我要动个什么念头 让它变成什么样 叫做假观 是不可离 叫假观 然后 发现说 离 不可说 空 不可说 有 不可说 空 也不可说 这 阔耳妄言 无能思议 就在内刹那里 侮辱了 忠道思想 既不离空边 也不离有边 那既在空边 也在有边 这个时候 为什么既在空边 空 一切皆空 所以在空边 都能空啊 那有 为什么在有边 有 一切皆有啊 这不能离嘛 一切皆有 这 借而而有心啊 是三千晚然 你却发现 只要有心 就三千世间晚然 晚然就 就在那儿 而他也只是 恰恰好在那儿 他不多也不减 他你也无法 无法去修正他什么 那他也不空 也不有 他就只如实 叫做诸法如 如在那里 这样子的误入 你说 你能怎么分开三观 你只有一观而已 一心三观 同时 与一心中 三智于一心中 得 就是这样 当时会 文大师说 正 三智于一心中 得 后来发展为 三观于一心中 修 于一心中 转 就是这样来的 因为当你一念三千 的十相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既不能说他空 也不能说他有 也不能说他中了 所以 空假中 现前 同样现前 所以请问这样你能分别修吗 不能 那都是以这个 以念三千作为所关键 好 再来 那三千 我刚刚讲了百戒 对不对 那千如有什么说 千如就容易懂了 有一百戒不容易懂而已 那千如容易懂得很 因为一百戒当中 每一戒都有十如 如是相 如是性 如是体 如是力 如是做 如是因 如是缘 如是果 如是报 如是本末 究竟等 相性 体力 作 因缘 果 报 本末 究竟等 十如 是不是 每一个法界 是不是 势必这样 你看看你一个人 这个人有什么 相 高 矮 胖 瘦 有什么用 他特别有 什么样的想法 无论善或恶 他都是用 特别的性格 就是他性 特别的体量 身形等等 就是相性 体力 力是什么意思 利用 力是什么意思 他能完成什么事 或者他表现出 什么样子的作用出来 是不是这样 那狗猪猫羊 不也如是吗 是不是这样 OK 所以说 依依法界 他显然都要有十如 所以你跟狗人 人跟狗之间的相对应 这种相对 从人的立场 我们看到狗 有相性体力作用 因缘本末 因缘果报 本末究竟等 从狗的立场 也一样如此 是不是 所以这样子 所以白法界当中 各个法界有十如 那结果 总共会有多少如 一千如 所以一千如是一千如 白法界是白法界 不是说十成一百 单位变成一千法界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他单位是个别的 单位个别算 就是白法界 那白法界各有十如 所以又有一个千如在那里 所以当不谈如的时候 我们就谈戒 是白法界 当各个法界要分析 他相性体力作用 因缘果报本末 这些等 那我们就说 他有千如 好了 这个千如是就 单一的 五音世间说 那再来就 众生世间说 我们就整体的群体来看 群体有群体的贡业 群体群体的反应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OK 所以这个千如 有两个千如了 一个是由五音立场所看到的 个别五音所看的千如 那也有以贡业的立场来看的千如 那结果就变成二千如了 对不对 还有 三河大地 三河大地也一样有个千如 你说怎么会 怎么不会 来 我问你 我问你 狗子如果生病的时候 你把它放开 你看它会怎么样 它会自己吃草 你人呢 草都在那里 你怎么不去吃 所以对狗来讲 草对它的利用 相性体力作 本末因缘果报 本末究竟等 不一样的 同样一支草 对吧 所以草 草者非草 世民为草 水者非水 世民为水 这金刚经不是一直讲吗 你说草 那是就你的法界说的叫草 你说水 那就人的法界说的说水 对吧 浮游 浮游那是水 浮游 我们站在水顶上就像滑流梯 你再看 小小浮游 它在水顶上就像滑流梯 噔噔噔噔 它也没落落 它现在走在水 那水还很耐热 像Spring 还很耐热 那鱼的法界 你说水怎么会吻死 它也会说笑 对它来说哪有水 它离开水 它才知道哪有水 但是它在水 一直出世之后 它就都在水里面 对它来说水就像空气的 我们不知道哪有空气 我们现在不知道哪有空气 没有啊 对吧 我们就要去哪里 那种地平地 粘到没有空气 才会知道有空气这件事 同样的意思 所以说同样一个水 天人看来是流梨 硬的 硬的流梨 恶鬼看的是废水 你看看它水是什么 水随得法界而不同的 随得能官的法界不同 这还是心 所以说五音世间 有白法界 众生世间有白法界 其实戏世间也是白法界 那这三个世间合起来 各有一个白法界 合起来不是三白法界了吗 那一一法界都有什么 十儒 那不就三千儒了吗 所以天台讲 一念三千 是就这样子来统色无尽 统色宇宙之间的种种 现象无尽 无尽 真的是无尽 无尽 都在这一念心中产生 没有一法不在这当中产生 这里头连佛都算进去 所以佛心造的 以一心三观为能官之志 以官一念三千 不失意境为所观之境 所观之境是一念三千 然后呢 从而正得 一念三千之境 各各境 接三地圆融 什么叫圆融呢 极空 极甲 极中 极就是说 恰恰好正式 正式 正式 空 也是甲 也是中 不可分 所以 于一切境当中 通通看到了 他 非空非甲非中 极空极甲极中 一空一切空 一甲一切甲 一中一切中 一念三千是空 一念三千是妙有 一念三千是种到实相 这样不就正得了 什么呢 一心三智 所以而正一心三智的 种到实相 诸位啊 这就是一心三智 修行的核心根本 在这 那至于怎么修 一心三智的指观 叫做原教指观 原教指观 具体的要修一心三智 有三个方法可修 下面就讲了 什么 剑刺指观 不定指观 原顿指观 有人把剑刺指观 跟刺地指观搞混 就这样就很扯了 就很扯了 一个是别教的东东 那一个是原教 你要知道 剑刺指观 虽然名为剑刺 请问 他修什么观的 一心三观 不要弄错了 所以我就说 说我就修不下来 你要走你修不下来 你终究是能够怎么样 你终究是能修的 你一心三观 你用剑刺指观来修 有什么问题 就这样而已 那么所以说 一心三观的修法 内容转法是一样 下手的方式不同 到底是什么不同 我告诉你 剑刺就是 有浅入深 但是浅的也是一心三观 深的也是一心三观 可是就禅定说 就修的方式善巧说 它是由浅而生 那不定呢 就是说 我在一座当中 我现在的心情 我用这种沉修 现在更重要是要牵修 更重要是要修定 更重要是要修观 指观并进 一来一去 没有一定 深情护用等等 这样子 但是都还是在修一心三观 你知道的意思吗 我才会这样也不要紧 你要不要你妈好 你就知道了 你保证 一定你的肉 原顿指观 没有善巧 那么呢 也没有深浅之分 深就是浅 浅就是深 浅就是深 天台指观 天台指观 所谓的有四本 序文上有四本 对不对 这四本 将将好就是讲这三类指观 讲三类指观 等一下一起来看就知道 我们可能看那段字 揭示大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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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示大秤是指的就近大秤 唯佛一秤的那个叫做大秤 这里讲的一佛秤的意思 叫做大秤 好 这里不要弄错了 这里的大秤不是 因为别教也叫大秤 这里讲的揭示大秤 就是单独指揭教旧集的大秤 而说的 揭示大秤 这句话是那个 摩执观里头提到的 这摩执观的原句 揭示大秤 拒圆什么 十相 看到没有 十相就是一念三千为敬 起一心三观 所以拒圆那个十相 那你说圆那个十相 是什么意思 这个圆是不是圆那个心相呢 不是的 心哪有十相好说 因为你还妄想心嘛 他就说 你去用一心三观去照见 你就会照见十相 你得到的结果也是十相 叫做拒圆十相 其实你真正心所圆的是什么 是现前一念妄想心 一念妄想心起的种种境界 都名为一念三千 然后都对他做一心三观的观察 这拒圆十相 这拒圆十相 然后再来 同名止观 同名止观 都叫做止观 所以叫刺帝 见识止观 不定止观 原定止观 是同名止观 以下手不同固 为三根性人说此三法 根性更利的当然就是说原顿 刺的就不定 再刺的见识止观 但是他都在修十相 所以 诸位 我们的小止观 就在这三种止观当中的一种 它是介于见识跟原顿 它的方便是见识 它的修观呢 可以见识也可以原顿 也可以不定 它没有特别要求 不过就是 整人家修观 可以这三种 都来互用 都可以 小止观提倡的是这样 它就是属于这三者 简单讲 就这样说 所以好 那么原顿止观也好 或者是 不定止观也好 接下来 从原顿止观有画下来说 二十五方便跟正修 有没有 有没有 那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见识止观跟不定止观就没有二十五方便 没有正修吗 这是就它的磨合止观当中特别提到 我们把它画下来 其实你这一杠 也不一定从原顿止观画下来 你可以三杠都画下来 从见识不定跟原顿一起画 然后一起有二十五方便 一起有它的正修 只是说因为在原顿止观特别提到的正修呢 提到了四种三昧 特别的圆满 是这样 四种三昧是什么呢 长座三昧 长行三昧 半行半座三昧 还有非行非座三昧 三昧其实是一种旨啊 三昧是一种旨啊 但是这里讲三昧 它特别是指在子中修观 修的观所圆的境界不同 而有各个不同的名称 你圆法华经中道十相之理 那法华三昧 其实一切三昧都可以名为 十相的三昧都可名为法华三昧 但是这里有法华三昧 特别讲的是 源于法华经所提的那些道理为下手 特别讲为法华三昧 因为法华三昧代表了十相三昧 那么一切只要是十相的三昧 倒过来说 都可以叫做是法华三昧 为什么呢 因为法华是因果同始 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就是拿它来特别彰显 十相三昧 是这样 不过呢 就约申仪来判 分四种 常做的 叫一行三昧 常行的叫波周三昧 半行半坐的三昧 叫法华方等三昧 非行非坐的叫随制意三昧 跟决意三昧 总共有这四种三昧 那这就是一心三昧 真要修的时候 有三种止观方法 三种止观方法 都各有二十五方便 所以通于前三昧 不只是见识止观跟不定止观 这个圆教 乃至于障通别圆 障通别三教 他们也要修止观 也一样可以用二十五方便 是这样 好我们先 这堂课先讲到这里 向下文长 赋予来日 我们回向 众生无边誓言度 烦恼无尽誓言段 法门无量誓言学 佛道无上是愿成 自归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自归法 当愿众生 身入经藏 智慧如海 自归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外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度 尚报世众恩 下祭三毒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禁止以报生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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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